大家好,欢迎来到365个八字案例第26课 八字常见格局第二 上一次的格局讲完了 我们这一次又再讲一些常见的格局 这些格局都是出过皇帝的格局 这些格局都是大富大贵的格局 有的朋友说学这个有啥用 过去古代说叫学成文武义卖于帝王家 这个社会现在已经变了 现在是什么呢 二八定律 你以后总会遇到一些有钱的老板的 你学会了这些以后 你有这边技术 你就可以从事这个工作 甚至说以后你生孩子抛妇产 是不是 学会这些八字格局 你挑一个好格局的这个八字 有些人他做事就是天生的荣誉成功 当八字里都带着的 你看我给别人抛妇产生宝宝 人家给我发红包 为啥发 发完我给他挑的八字 然后让他去网上自己查去 一查一这格局出过这么多名人 甚至出过皇帝高兴的不得了 主动的国打钱 我说你随心给多少都行 这是人家主动国大的 那因为确实咱给人家宝宝 抛妇产 挑的八字格局 在上网上一查 那古书上有记载 百度一搜到处都是 说这种格局多么好多么好 所以学一学肯定都是有用的 耐下你浮躁的内心 好好的学 我分享的都是干货 接下来咱们给大家分享 有一个格局叫三齐贵人格 三齐贵人格也是这种格局当中 最好的格局之一 这个三齐贵人指天齐地齐和人齐 什么意思呢 这种命格在八字中是很少见的 为稀为贵 三齐这个贵一旦成格 绝对不是一般人 命带三齐的人都是博学多才 一生抱负极大 胸襟宽广 有功名有成就 必定是大富大贵之人 这个以炳钉三个字 一见 这个叫天上三齐 甲物梗为地上三齐 心认鬼为人间三齐 就是这个四柱的天杆上 出现了三个这样的字 同时出现 这个叫三齐贵人格 大家要了解一下 有这么一个知识点 你看古书上就有记载说 三齐拱相子为公 醉喜人生命里逢 命里阴阳真宰相 功名富贵不雷同 就是说又能官至宰相 是吧 又是能够达到功名富贵 这个格局是非常好的一个格局 只要八字里边带着这个格局 必定是人中龙凤 能成就很高的事业 那他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第一 这个三齐格断 贵气受损 他的要求是乙丙丁 甲物梗 这个心认鬼 他要连着 你看 这里举例 有个甲物梗 那我假设这个甲换到了十柱 甲跟乙换了换位置 对吧 换了换位置 这个时候 变成甲物梗 他三个字被隔断了 这个贵气就受损了 他还会有一些贵气 但是他的成就会降低一些 第二顺序可以颠倒 比如说乙丙丁 那可以是丁丙乙 甲物梗 不一定非得从左往右 也可以往右从右往左 是吧 你看甲物梗 他三个必须得连着就行 不能够被这个隔断 隔断的话贵气受损 顺序是可以颠倒的 但是像这个就叫打乱了 打乱的话贵气也会受损 你看 要甲物梗 你看他是甲梗物 他的这个也是算三旗 但是他这个叫乱三旗 乱三旗 他不是甲物梗 他是甲梗物 所以这个也算是三旗格 也会出成就 但是他的贵气受损 顺序颠倒 贵气不会受损 你看甲物梗 他是顺序是反着来的 如果是从左往右甲物梗 也算 从右往左甲物梗也是算 但是不能像这样打乱 你看甲梗物 也叫三旗格 但是贵气受损 这个天上三旗 地上三旗 人间三旗 由地上三旗 甲物梗的格局是最高的 必定是国家之动量 会出这个大人物 很多的过去的丞相 然后做到这个 就是要现在来说的 都能见常委 就是部级的干部 就能当大官 三旗格已经是很好的格了 甲物梗又是在三旗格里边 最好的格局 然后三旗格也要地支 避开这种行冲迫害 地支由和而贵 比如说三慧三和六和 形成了这样的和化 那么他的贵气会加强 你看这里甲物梗 地支里有申子臣 申子臣 是不是申子臣 他又三和 所以像这样的贵气就增加了 但是天干三旗如果成了 地支再遇到行冲迫害 贵气也会受损 你比如说你看 举例 如果天干上 你看这里甲物梗都有 虽然是打乱的 也算是三旗 但是这里银身冲 地支出现了银身冲 那银身冲 是不是就 把它这个贵气就受损了 所以虽然是三旗 出过这个这个丞相 不及的干部 甚至出过皇帝 但是也要分清楚他的格局 要紧紧连着地支里边再有和化 出现了三慧三和六和都可以 出现这样的和化 贵气又会加强 但是一旦受到行冲迫害 或者是这个打乱 夹梗 或者是就刚才说的被隔断 这样的他的贵气是会受损的 你以后看到八字多了 你总有一天会遇到三七隔的 你知道了这种格局的人 他容易出大人物 那以后大家 这个生宝宝 你挑个日子 从怀孕的孕期都要开始做准备 大概算一下预产期 到那个大概的日子 然后联系好医生 该送红包送红包 该请客吃饭 请客吃饭 送礼什么的医生打点好 到时候抛妇产 生出来一个三七隔 你的孩子以后当上国家部级的干部 你不是跟着光中要组吗 学他有啥用 你说有啥用 慢慢你知道他有啥用 三七贵人隔 大家记得有这样一个格局 回头更多的信息 大家自行百度 百度网上有很多的资料了 慢慢的你就知道了 三七贵人隔 是非常好的一个格局 曾经出过皇帝 曾经出过丞相 出过部级的干部 然后另外一个格局 路员互换隔 这个路员互换隔 它的特点是什么 中年以后 什么叫中年呢 就是把年注 月注走完了 一个字代表 九年四九三十六 三十七岁以后 开始进入中年 中年晚年能成大事 大富大贵之格局 古书上专门有记载 路员互换有四天 生世必要透震观 就是石镇的上方 石柱的上方 必要透震观 不逢冲破与伤害 贫穷离乡富贵还 物身日见 以卯欢 丁有日见 任淫观 丙子日见 鬼似石 耿子日见 丁亥连 除此还有另一半 古人呼唤 去灵观 这是一个歌诀 这啥意思呢 就是日注 是物身 见到石柱 是以卯 日注是丁有 石柱见到任淫 石 日注是丙子日 石柱见到鬼似石 日注是耿子日 石柱见到丁亥石 这几种组合 遇到了就叫路员互换格 那么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些案例 我给大家看一看路员互换格 你看日注 丙子 石柱 鬼似 那它为什么叫路员互换格 你仔细看 它的石柱上方 这都是个正观 看没 这都是个正观 然后呢 那你看 鬼水是丙火的正观 对不对 那你反过来 如果你走到鬼水的时候 这个丙火 水去克火 它是不是正财的关系 因为它俩是阴阳 它俩是阴阳 你看 这是个阳干 这是个阴干 所以阴阳一般刻出来的都是正观 正财 那地支也是一样 你看这个子和四 它俩也是正观和正财的关系 那你等于是 它走到中年以后 这正财正观 全部都是好事 全部都是集成 那你不就知道了 咱学的这个知道了 它走到日注以后 是吧 这些全部正观正财 那一个人就当大官发大财 他中年能够成大事 大富大贵之各去 你比如说丁任 也是一样 你看任是他的正观 那你反过来 水是克火的 是不是 那对于 这个任来讲 这个丁就是他的正财 他俩也是一样 正观与正财的关系 你看 金克木 阴阳相克为正观 对不对 那你 你看反过来 他俩又是正财的关系 你看金克木 这是他的正观 但是反过来 我克手为财 你站在有这个角度 他就克银 这是不是阴阳相克 是不是正财 所以生出来的 还是官和财 官和财 官和财 不断的生出 这个正观和正财出来 所以他到了中年以后 容易成大事 能当大官 能发大财 这个就是路员互换格 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格局 这些格局如何去挑 我只是给大家说一说 有这样的一个格局 如何去挑 在实际培训面上班 我会给大家分享专用的软件 能够快速挑出这样的格局 对于大家以后 有人来找你去抛肤产生宝宝 你用这些软件可以快速的找到 这种一些好的格局 这些都是我们内部 我让程序员专门搞到的软件 这里我自己编了一首格局 让大家熟悉路员互换格 六十甲子在循环 路员互换有四天 只有这四个日子 四个时辰 一十五天出一个 未及成像富贵格 路员互换格也曾经出过皇帝 这就是谁 大家自己去摆渡 自己去搜 这个八字格局 是非常好的一个格局 你比如说我给大家找一个案例 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你看 这不就是 物生日 是吧 以保时 那你看 这里师神 这里正观 正观 是吧 那里 前边 他再加上师神 师神 正才 笔尖 这不就是咱常说的大善人吗 大善人 这八字好得很 全部都是吉神 一生都是好命 而且这个内心呢 活得坦坦荡荡 人间 荣华富贵 自然得来 是非常好的一种格局 大家知道这么回事就行了 这是专门有一些八字的格局 做事就是天生非常容易成功的 你要是顺产 生宝宝 生出来的宝宝 那就是老天爷赐给你的礼物 那可能 你祖上既得 你做好事 做善事多了 老天爷送给你一个特殊格局的宝宝 那咱现在学了这个周易 不就可以改良吗 改良咱们的子孙后代的命运 那咱去给他挑个日子 就让他生出来这个格局的 那到时候子孙后代 大富大贵 能出很多的这种 当大官的 发大财的 包括这样心地善良的 要去多去帮助别人 多去用周易去造福百姓 不光是当大官 当发大财 还得让孩子以后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能够造福社会 那就是把咱们周易去应用到现实生活当中 所以慢慢的学 后边的课程 我会分享很多格局的 不同的格局 它会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也都会给大家分享 慢慢你见得多了 你知道每个人的八字都带格局 他至少得带个正八格吧 有的正八格以外 他还要带个别的格局 那这些格局都有不同的一些情况发生 慢慢的分享 慢慢的学习 好了 这节课就做到这里 大家拜拜